很多人都说我们立国坤的女人很难找到接下来的幸福 我是立国坤的女人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幸福会越来越变小 我反而感觉到越来越多一些优秀的男人追求我 大家千万不要放弃 张伯芝在参与乘风破浪的姐姐后人气再一次飙涨 近日张伯芝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在离婚以后幸福并没有变少 反而被更多优秀的男人追求 引发了很多的网友热议 说起张伯芝这位女明星 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她出道多年 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年轻时的张伯芝堪称神言 巅峰时期的张伯芝 众多大奖拿到手软 不可否认的是 张伯芝在演戏方面是极有天赋的 在香港影坛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但自2000年以来 张伯芝与谢霆锋 王妃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热议 但其中最令人关注的还要数 张伯芝与谢霆锋 毕竟两人虽然离婚了 但却还有两个儿子 这样的关系可谓是剪不断 理还乱 直到2018年 张伯芝在社交平台上 公布了三胎儿子小王子满月的消息 承认了第三子的存在 一时间舆论哗然 很多人都不理解张伯芝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 张伯芝与谢霆锋离婚后 一度吸引 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到了 对于孩子和生活上 单亲妈妈带大两个儿子 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张伯芝竟然又秘密 担下了第三个儿子 其实我那个老三 我最小的小孩 儿子很重 但是他必须要我抱 那其实我 我左边 常常都是歪的 然后很疼的 怎么找按摩啊 怎么去拉进了余照 我都觉得睡觉 睡觉的时候睡不了 就很难受 所以没有他 我就没办法睡觉 在节目上 张伯芝当众说出了真相 张伯芝说因为自己 真的特别喜欢孩子 孩子会随着一年一年时间的过去 逐渐长大 但是长大之后 他们就跟妈妈疏远了 这样自己就会感到孤独 所以只能一直不停生 一直有孩子在身边 这样自己才不会感到孤单 其实不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做妈妈 是小学八岁的时候 一样觉得小孩是最最最好的 最单纯 最令我最开心的一样东西 我天天见到他们 我已经觉得 哇 这个世界已经是很漂亮 所以我就 积书新沙村 继续生 不断生 等他们大的又生 一个大的又生 一个 那当然这个肯定没可能的了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小朋友 一直以来张伯芝的身上都有着无数争议 但不得不承认 他的确是个非常负责任的好妈妈 此前在参加浪姐时 张伯芝聚聚离不开儿子 甚至多次因为思念儿子而落泪 在娱乐圈中 许多新二代他们从小就遗传了父母的高颜值 要是他们想要进入演艺圈发展的话 相信还是比较容易的 在一档综艺节目上 张伯芝就被问到 如果孩子想进入这个圈子发展 你会怎么看 作为母亲 张伯芝说出了对儿子看法 我完全不会抗拒孩子的想法 如果儿子真的想要去做娱乐圈 比我或是比他爸爸更好的话 我会百分之百支持他 如果我儿子真的很想要去做娱乐圈 比我或者是比他爸爸更好的话 我会百分之百支持他 而随着节目播出去后 张伯芝对谢霆锋的称呼瞬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虽然张伯芝与谢霆锋已经离婚多年了 但是对于前夫谢霆锋 张伯芝从来没有阻挠过他和孩子的接触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他们表现出的关系还很融洽 以前可以直呼谢霆锋的名字或者叫老公 现在离婚了直接叫名字显得有点亲密 他直接称呼谢霆锋为他爸爸 看来两人私底下的关系应该不会太差 坦白说有几多分开了的夫妻 而小朋友是好恨其中一方的 但是在我这个案子没有 那就是代表在我不存在的时候 怕只是为我讲好说话 谢霆锋也曾在采访中主动胆及张伯芝 还心疼他带两个儿子生活不容易 谢霆锋非常感谢张伯芝的付出 坦言张伯芝非常善良 在离婚后经常在儿子面前说自己好话 让父子关系得以缓和 谢霆锋在节目上提起张伯芝也是直呼名字 并没有刻意回避 看来网络上传言的谢霆锋和张伯芝不合 其实都是捕风捉眼罢了 吃瓜群众们就祝福他们彼此越来越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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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上伯子 混音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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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兼阅感浏的发伤